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度的元宵绕境被迫取消 但是公庙办理500人以下的小闲活动 则是不受限 而元宵节的当天 在市区都可以看见各个公庙镇头 来到商家或者是民宅 进行走村祈福场面是相当热闹 也看得出来 乡亲参与元宵节的热度依旧不减 一阵风泡声响起 迎来了各个公庙走村进宅的镇头 在元宵节当天 台东乡亲们的热情依旧不减 受到了年前本土疫情再度升温所带来的影响 中央宣布2月15号之前 禁止绕境游行等活动 而台东传统的元宵绕境与炸汗单 也被迫取消了 不过各个公庙500人以下的小型活动 以及镇头到商家民宅 定点进行的走村进宅则不受限 让台东乡亲们也准备好了鞭炮与供品 迎接一批又一批的镇头 希望为今年祈福带来好运 而中央也在15号当天宣布 感谢这段期间 国人以及宗教团体的积极配合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才没有让国内的疫情扩大 因此从19号开始 适度双绑宗教场所及活动的防疫规定 而乡亲朋友们在参与活动时 也务必遵守防疫规范 戴好口罩配合实验制 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 在唤气民俗活动的同时 共同为防疫做努力 记转其论,唐东士报道